春春養生密碼 天氣越來越熱了 有的時候覺得熱到很不舒服 那麼怎麼樣的狀況出現 就是中暑呢 今天很高的事情 請到台北醫學大學 副社醫院 傳統醫學科 副科主任陳玉娟 陳主任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陳主任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天氣太熱 體內水分流失的太多 我們體內循環 沒有辦法維持正常功能 最嚴重的話 還會休課 那麼大家如果天在外面走 覺得很累 很想睡覺 這就是中暑嗎 實際上 這還不到中暑的程度 如果你的意識 還是清楚的 我們可以說是熱衰竭 就是你可能會覺得 從冷氣房出去 買個便當什麼 回來的時候 覺得很頭痛 然後會覺得說 身體好像很熱很渴 有的時候 會一直在冒冷汗 那個時候 實際上我們還有意識 我們可以補充大量的水 還有盡量不要喝 那個冰冷的東西 因為這樣子 我們的散熱系統 會有問題 另外可以用一些 常溫的毛巾 洗衣洗臉 擦擦脖子 讓自己散熱的系統 變好一點 另外中暑的時候 因為大量的排出汗水 所以除了水分以外 還有一點就是電解質的部分 所以會建議說 大家可以在裡面 加一點鹽巴 或是喝運動飲料 可以讓自己電解質的部分 比較快平衡回來 所以在冷氣房裡面 其實也是會有中暑的可能嗎 我們把中暑分成陽暑跟陰暑 陽暑就是說 像那個在大太陽下面工作的工人 建築的工地 它真的是曬太陽 曬很久了之後 它體溫突然急劇的升高 中暑沒有辦法調控 這種是陽暑 另外一種就是辦公室裡面的 我們可能平常都是吹冷氣 然後不是很常流汗 所以等到它在冷熱交替的時候 它覺得身體的調節 功能出了問題 對溫度上面的感知 變得有狀況的時候 這個我們叫陰暑 針對陽暑跟陰暑 我們的處理方式也不一樣 陽暑的話 因為它的溫度上升得很快 所以我們必須要想辦法 急劇降溫 譬如說不能在大太陽下面 你就要移到陰涼的地方 趕快先解決曬太陽 對 還有就是要用毛巾 或者是直接把它放在 常溫的水裡面泡澡一樣 讓它整個降溫下來 還有水分要大量的補充 可是陰暑 實際上有的時候 它不是直接的 你可能過了兩三天 你覺得 怎麼好像有點拉肚症 然後很疲倦 頭會痛 然後整天昏昏沉沉的 食慾不振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必須要用一些 中醫講的芳香化濕 我們用一些方式 去讓你的脾胃會開 還有說讓你的整個 水分的代謝變得比較正常 今天好像有帶一些藥材來 那是不是就是 陰暑的部分的話 可以用這些藥材來 對 理論上就是說 這個藥材的部分 我們有分兩種 這個香濾的話 其實它有一點像是 我們夏天的麻黃 它可以幫忙你發汗 水點 就是發汗用的 所以說如果你中暑 可是陰暑有的時候 它並沒有辦法出汗 那我們就會藉由這個方式 有一點像青草茶 它那個口感 你喝了之後 你可能會有點發汗 或力小便的作用 把身體的熱排出來 因為食慾會不振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會用一些 扁豆配香乳 有厚魄那些東西 我們講香乳飲 或者是說 有的時候會用青薯液氣糖 去幫忙 可是如果是在陽暑 或者是說實際上 你雖然很熱 可是你會出汗出的量很大 然後很口渴 那一種很煩躁的 我們常常就是會問病人說 你有時候晚上睡覺的時候 是會覺得一直翻來翻去 身體很熱 那這一種如果 是的話 有時候其實它不是 需要用到發汗 而是需要去清熱 就會用像西瓜 白骨湯 白色的這個是石膏 織母石膏 這一類的東西 去清你身體裡面的石熱 讓你的整個體溫降下來 那這一個呢 是不是平常好像也可以 比較開胃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一種荷葉 荷葉的話 實際上是我們在 減重的時候 常常會用到一個藥物 但是實際上 它最主要的功能 是在你的肠胃跟水分的代謝上 所以說 你可以就是平常的時候 用一些荷葉 可以提升你頭暈的狀況 比較好 精神會比較好 那如果說 你會覺得胃口不是很好 食慾不振的人 有的時候你可以泡一點洛神花 洛神它可以有清熱的效果 所以說這個也可以解我們的暑氣 像這樣子要怎麼煮呢 煮的方式是什麼 一般洛神如果說直接這樣 那個口感並沒有很好 所以有的時候會加一點酸梅 那我們也可以用烏梅 三渣 加上洛神 可能會覺得很酸 所以你就是加一點冰糖也可以 然後另外就是說 像荷葉這個東西 你可以平常用泡水的 因為葉子其實很清 所以你抓一小把 放在你的熱水裡面泡了之後喝 它會讓你白天的時候 精神的狀況會比較好一些 好 如果真的不小心中暑了 我們有沒有一個治療的方式呢 一般現在我們最常聽到的 就是用刮痧 那實際上刮痧這種方法 對陽暑或者是說 對你是那種身體抵抗力 免疫力比較好的人 他是很合適 可是如果說是那種體虛的人 或者是說他的身上有一些傷口 他糖尿病的患者 因為他的傷口不是很容易癒合的時候 我們就要考慮 能不能用刮痧的這個方式 那刮痧其實它也不會很難 我們大概會準備一個刮痧板 那一定要記得 對 一定要有一個潤滑的用具 用乳液或者是嬰兒油 還是說就是用一些油膏類的 青草膏這一類的東西 先把這個膏涂在 我們需要刮痧的地方 一般通常我們都是刮背部的大肌肉 所以會從頭的這個風池風斧這邊 往下刮 靠近頸部這邊往下刮 對 從頸部一直往肩膀的方向 另外你在刮的時候 一定要同一個方向 不可以這樣來回刮 你就同一個方向這樣刮下來 那力道實際上不需要太重 因為如果它會出砂的話 其實你這樣輕輕的 就像你在搖湯的時候那一種的力道 它其實就會出砂點了 那刮痧實際上它也不是 只有用在這個中暑的時候 像有的時候你為了氣血的循環 我們也可以稍微刮一下 那個時候的刮就不一定會出砂點 可是你會讓皮膚稍微有一點紅紅的 讓它的散熱可以散熱得比較好 血液循環會改善 所以一定要看到那個出砂點 它才叫做有效嗎 還是要多久 一般如果說是真的中暑 實際上你大概刮了三五下之後 它就會出砂點 所以也不需要說太用力的去刮 可是如果說它只是為了平常的保健 就不建議要用力刮到出砂點 因為其實砂點出來 代表你微血管已經破了 所以說我們的身體的免疫 會變得比較的強壯 但是也會讓你的身體變得很疲憊 所以說刮痧的這個動作 第一個 不建議每天做 如果你真的覺得自己的精神很疲憊 我們也建議大概最多兩個禮拜 那你常常需要用刮痧 來讓自己覺得好像可以散熱的這種人 實際上還是會建議你 必須要就是搭配一些中藥 或者說益氣養嬰的 你有時候可以喝綠豆湯 或者是說吃那個蓮子銀餓 食補方面 對 那有的人他會用一些西洋森 麥麥東無味子 這一類的生脈散 去補充自己的元氣 那之後你刮痧的效果才會比較好 而不是一直依賴刮痧來當治療的方式 好 那另外小朋友是讓家長比較擔心的 因為小朋友在那邊玩 跑 有時候中暑了 但是小朋友不太能表達 我們要怎麼樣看他是中暑的症狀呢 或是說他們真的中暑 我們要怎麼樣來幫助他們減緩 小朋友其實很容易中暑 因為他的表面肌很大 那我們其實最容易看到的就是說 他開始會很頭痛 因為小朋友只要中暑 他很容易體溫會上升 所以我們家那兩個小孩 其實只要說在大太陽下面回來 你發覺體溫一涼到了38度 你不會先想到他是不是感冒 我們會先去看說他有沒有拉肚子 如果會拉肚子 食慾不振 或者是說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會翻來翻去的 沒有咳嗽 沒有說一些感冒喉嚨痛 這些症狀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家裡 我會先用捏疾的方法 小兒捏疾其實蠻不錯的 就是他從尾椎這邊 慢慢的把皮膚往上提 開始拉 然後這個方式 他就已經可以出殺點 那如果真的很嚴重的時候 我才會去用刮痧的方式幫他刮 然後另外就是說 會喝一些液氣氧的東西 像我們就有備一些 像剛剛講的香鹿 扁豆 然後這些東西 讓他去喝清水液氣湯 夏天高溫一年比一年還要高 除了要留意紫外線之外 也要注意不要讓自己熱出狀況了 今天謝謝醫師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